這台是四邦8公升SP800 那我現在做一個全新的拆封 那因為全新的機器它的齒輪油會磨得比較多 所以變成新的機器 它會在開機的時候會有一個齒 會有滾珠的聲音 那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先幫我抓著一下 謝謝 來吧 因為你拍攝影面面的 480公升它裡面它的齒輪油會磨得比較多 所以在初期第一次使用的情況之下 它會有像滾珠的聲音 然後這是屬於正常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特別拍影片 讓新的客戶能瞭解這個聲音的狀況 那我們順便來說明一下整台機器的使用 第一個就是紅色這個按鈕是開關 那右邊這個是變速器 變速器總共有三段變速 那它的配件它會有桶勾球扇 桶攪拌鋼 球勾扇攪拌球 攪拌勾跟攪拌扇 那這邊它的球是一個線球 那線球它的使用是打發 打蛋打鮮奶油打發 那這邊的話它的鋼 8公升鋼是水龍的樣 那它的使用的存載量是 300到700克的乾粉 那我們要使用的話是先把配件 放在攪拌缸裡面 那再來它會有三個支點 中間先對準 然後兩側固定 那這也會像一個鑰匙的形狀 我們上去旋轉半圈下來 往上升